1948年6月,在上海赴贤的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刘志,突然被任命为徐州矫总总司令。 消息传来,国民党高层一片哗然,面对众人的不解。 参谋总长顾祝彤无奈地解释说,考虑了两个人选,一个是刘经福、刘志,一个是蒋明三、蒋鼎文。 明三,咒读叶嫖,比较下来,刘经福还算好一些。 但是,顾祝彤的这个解释,不仅无法服众,反而激起了国军高级将领更大的不满。 其实顾祝彤说的倒也不是全无道理。 徐州矫总总司令这个位置,在论资排辈的国民党军中,至少得一个陆军二级上将才震得住场子。 可是当时能被蒋介石所信任的二级上将,真没有几个。 何应钦,时任国防部长,顾祝彤等人算来算去,能被蒋介石所信任的,也就刘志,蒋鼎文等几人选而已。 刘志自抗战爆发后,在平汉县一窥千里,被取笑为长腿将军后,指挥能力一直为人诟病。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在顾祝彤的眼中,居然比蒋鼎文还要强不少。 顾祝彤为人圆滑,作风颇似合应亲,轻易在公开场合不惹同聊。 但是,却给蒋鼎文一个昼读夜飘的评价,可见当时蒋鼎文在国军内部的风评已经多臭了。 其实,如此不堪的蒋鼎文,却有着极为亮眼的履历,曾经也很受蒋介石的宠信。 而纵观其一生,简直是男人标杆,人生赢家。 论工作,他金戈铁马,驰骋江场,两次负伤,死人堆里爬出来,一步步升官发财,光宗耀族。 论生活,他吃喝嫖赌,睡女人,玩戏子,得了花柳病也不影响玩乐。 享受生活的同时,还在老蒋的庇护下,大肆敛财,开工厂,做贸易。 据说还曾经是台湾首富。 论运气,他为蒋介石安前马后,忙活了大半辈子。 最后发现,对面阵营的战犯名单竟然没有自己。 更绝的是,国民党风雨飘摇之际,他已经未卜先知,转移了大量资产到海外。 即使最后撤到台湾,也丝毫不影响他游山玩水,纵情享受。 如此人生,真的是羡煞旁人啊。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蒋鼎文的传奇人生。 说到蒋鼎文,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他的五虎将和八大金刚的名头了。 蒋介石在大陆时期,有五虎将和八大金刚之说。 五虎将指的是陈诚、顾祝同、刘志、蒋鼎文、魏力皇。 这五人都当过战区司令长官,而在国公内战时期, 除了不堪大用被蒋介石放弃的蒋鼎文之外, 其余四人都担任过重要职务。 陈诚、顾祝同、那是蒋介石的骨公心腹, 为力皇即便备受猜忌, 也曾出任东北交总总司令这一要职。 刘志也一度名义上指挥徐州八十万国军。 八大金刚指的是, 何应清、顾祝同、前大军、蒋鼎文、陈诚、刘志、张志忠、陈继承。 这八人从黄浦军校开始,就追随蒋介石、资历深、地位高。 其中即使是知名度最低的陈继承, 也曾担任华北交总副总司令。 陈继承的这个副总司令可和其他交总的副总司令不同, 他实际上全权指挥华北的中央军。 当时没有他的命令, 华北交总总司令傅作义连中央军一个团都调不动。 直到陈继承调走后, 傅作义这个交总总司令才算像个样子。 蒋鼎文、陈诚、顾祝同、刘志, 四人既是乌虎将,也是八大金刚。 可见,在蒋介石对蒋鼎文彻底失去期望之前, 他是和陈诚、顾祝同等人一个重量级的。 蒋鼎文能够被蒋介石信任,出身很重要。 蒋介石用人最看重的是三点, 一是是否江浙人, 二是是否黄埔系, 三是是否忠诚。 这三点,蒋鼎文全战了。 首先,他出生于浙江诸记人和蒋介石的老乡关系拉上了。 1912年,17岁的蒋鼎文考入浙江陆军讲武堂。 当时科班出身的军官是很强手的, 因此,蒋鼎文毕业后, 很快就在浙江都属守备队当了连长。 虽然也算是个小领导, 但蒋鼎文并不满足于在军阀部队任职。 在他看来, 要搞真正的革命, 还是得去广州。 1921年, 蒋鼎文成为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参谋部的中校副官, 第二年升任上校参谋。 黄埔军校组建时, 蒋鼎文出任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二学生队区队长, 中卫,不久后任上位军事教官。 请注意, 此时的蒋鼎文可是自降身价。 从前途大好的元帅府上校参谋, 主动要求去一个刚建立不久的军校当小队长。 这份勇气和执着是旁人难以理解的。 不过, 人生嘛, 有色彩有德, 主动降制的蒋鼎文, 却意外地和校长蒋介石建立了良好关系, 这也称为他日后发迹的基础。 当时在黄埔的蒋鼎文, 还是个对革命充满美好憧憬的热血青年, 每日为了给学生做表率, 洗得很早, 于是就在操场经常遇见同样早起的蒋介石。 一来二去, 蒋介石自然对这个同乡产生了好感, 接触多次后, 决定把他作为心腹培养。 而蒋鼎文随后表现, 也实在对得起蒋校长的栽培。 在以教导团为主力的第一次东征战役中, 蒋鼎文表现突出, 晋升营长。 棉湖战斗中, 蒋鼎文胸部重弹, 被紧急送进医院抢救, 才捡回来一条命。 战后, 又因作战勇敢, 升任第二师第五团团长。 1926年3月, 中山剑事件爆发, 又是蒋鼎文奉命令率领第二师第五团, 包围苏联顾问团住宅和省港罢工委员会, 强行收缴苏联顾问团卫士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的枪写。 同时, 还扣留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党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员多人。 1926年7月, 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 蒋鼎文仍任第一军第二师第五团团长。 孙传芳把主力集中在江西一带, 准备孤主一帜, 全力抵抗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 9月22日, 双方在南昌展开激烈争夺。 蒋鼎文所部与孙传芳部第四师交火, 被第四师击败, 伤亡惨重。 蒋鼎文在这次战役中又一次抚伤。 为扭转战局, 蒋介石乃及调妻, 四军相继入干, 协力进攻。 11月7日, 北伐军终于再度攻占南昌, 并将孙传芳的十万大军大步歼灭。 蒋鼎文的再次负伤, 也让蒋介石觉得, 这个小伙子真的是肯卖命。 这样的好下属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 必须好好栽培, 负伤了也不能闲着。 此时, 由于北伐中负伤官兵很多, 其中良有不齐, 一些伤兵已有功于党国自居, 不服管束, 管理疏为不义, 经常发生吵架斗殴等混乱现象。 为了加强对伤兵的管理, 蒋介石乃命令, 将原前方受伤官兵疗养队, 改编为总司令部直属伤兵团。 特命正在养伤的蒋鼎文, 充任伤兵团少将团长。 为表示重视伤兵团成立后, 蒋介石亲自到现场向全团官兵训话, 说, 先特派蒋鼎文, 充任伤兵团团长, 因为他负过重伤, 指导伤兵的心理。 他具有爱国, 爱部队荣誉的精神, 为国民革命军立下了不朽的功劳, 今后望大家服从蒋团长的领导, 就这样, 蒋鼎文一面养伤, 一面管理伤兵团。 1927年4月, 北伐军沿长江东进, 击溃了十几万只鲁联军。 攻占虎居龙盘的南京城以后, 蒋鼎文受蒋介石委派, 改任南京警卫团团长, 不久又调往浙江, 任浙东警卫司令兼宁波市警察局长。 蒋鼎文自进入黄浦军校之次, 短短的三年时间, 总算当上了一个司令, 也算是春风得意。 他要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势, 好好地享受一番了。 堂堂宁波警卫司令, 除了每周主持一次纪念周外, 他将其余时间大都用于玩乐。 据蒋鼎文当时的部下后来回忆, 他赌嫖等均有一手, 也许失授欺负是赌如命的影响, 蒋鼎文也十分好赌, 也有一定的赌技, 因此在赌场上赢多输少。 由于他出手颇大, 一般赌局每场输赢总在数千元, 一般官兵难以与其为伍, 因此够得上与他同桌赌钱的, 只有他手下的几个高级幕僚。 出于其享乐的需要, 蒋鼎文在结识了宁波四民银行的独有无期顶后, 遂与其勾结投机经商。 不仅如此, 他还以此挪用军款六万元, 交给宁波大资本家蔡清村到南京, 扑口等处经营美战, 发国难财。 由于蒋鼎文在宁波花天酒地, 侠寄嫖娼, 不久就染上了严重的性病, 并找到了当地专制花柳病的杨怀棠给他医治。 因此缘故, 杨怀棠得宠于蒋鼎文。 不管调任到哪里, 蒋鼎文都将杨怀棠带在身边, 并不是予以升迁。 最后, 杨怀棠一直做到了少将军医处长, 这真的是因性病结缘, 因性病升官啊。 蒋鼎文在宁波敢于如此腐化, 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他追随蒋介石身边多年, 对蒋介石绝对忠诚, 对蒋介石的心理 和任用部署, 培植亲信的做法也知之颇深。 早在国民革命军开始由广州北伐时, 蒋鼎文帅部队出发前夕, 他的军需官监盟兄弟黄湘水 在天字号码头失窃了全团官兵伙食响应。 问题很严重, 当时蒋鼎文心中也十分害怕, 以为一定会受到严厉的责罚。 没想到在蒋鼎文副总部向蒋介石报告时, 蒋介石虽嫁以斥责, 却写了一张手谕予以补发。 渐渐的, 蒋鼎文悟出了一个道理, 只要打仗肯卖命, 效忠蒋介石, 就算金钱上有些差误, 生活上腐化一些, 蒋介石不会过分追究。 然而, 玩归玩, 闹归闹, 领导有难, 可不能开玩笑。 1927年8月, 蒋介石在虚州指挥作战, 被卷土重来的孙传芳打得大败, 名声大简。 贵系李宗仁, 白重洗, 借机突然发难, 联合倒奖。 事单立过的蒋介石, 为了不让自己成为众矢之地, 值得宣布下野。 第一次下野的蒋介石, 深深地体会了一次, 人走茶凉。 时任浙江省主席兼26军军长的周凤奇, 本是孙传芳的部下, 却在蒋介石下野后, 落井下石。 在蒋介石回到凤化西口老家后, 没有政治头脑的周凤奇, 甚至派人去暗示蒋介石, 让其离开浙江。 蒋介石勃然大怒, 分别让人给白重洗, 何应清打电话。 白重洗, 何应清, 也觉得周凤奇做得太过分, 假之周凤奇也不是白, 何得亲信, 这样的人不留也罢。 于是, 周凤奇当即被撤职, 由浙江省房军司令蒋博成 兼带浙江省主席。 蒋博成上任后, 在宁波召集一干大员开会, 会议提出要派一个营的部队 去凤化保护蒋介石。 在会上, 蒋顶文主动提出, 他要去西口服侍蒋介石。 据蒋博成回忆, 蒋顶文言辞非常恳切, 说, 局里的事情交给张无建都察长兼带, 我专心去西口伺候总司令蒋介石。 回后, 蒋顶文立马带着几个亲信来到西口, 直到蒋介石离开西口东渡日本, 这才会宁波公干。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时, 心情极度挥败, 而且当时的他也没有东山再起的把握, 在这个关键时刻, 蒋顶文的表现自然让他相当感动。 1928年1月, 蒋介石重新出任总司令后, 当即着升蒋顶文为第一军副军长, 兼第一时师长, 重用之心可见一斑。 当然, 蒋介石对那些在自己下野时落井下石的人, 则是毫不手软的打击。 比如周凤奇, 在蒋介石赴之后, 被迫辞去本监各职, 前往上海闲居。 1938年3月7日, 和日本人勾结, 准备担任委职的周凤奇, 被军统特工刺杀。 而升官了的蒋顶文, 随后在蒋桂战争和蒋逢战争中, 都有不俗表现。 而随后爆发的中原大战, 则是蒋顶文军事生涯的高光时刻。 此时的他, 已经升任第二军军长, 在率军进攻冯岩联军之时, 转战于龙海铁路和金浦铁路之间。 行动训捷飘忽不定, 往往能对冯岩联军以出其不意的打击, 为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 立下了汉马功劳。 非将军的美名也是据此而来, 但他接下来的战绩, 对正派非将军李广来说, 绝对是一种羞辱。 1931年7月, 已经是第四军团总指挥的蒋顶文, 率军参与围剿红军。 过程不用多说, 反正是被打得很惨。 手下两个师, 被剑灭了一个师, 又一个驴, 亏掉了75%的病历。 要不是十九路军及时赶到救援, 蒋顶文本人也差点背负。 被暴打后的蒋顶文, 感到万分沮丧, 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他开始有了鸡资百万, 在上海消磨20年岁月, 就可以结束此生的消极态度。 然而蒋介石 不但没有撤他的职, 还安慰蒋顶文, 伤心总是难免的, 你又何必一往情深? 现在正是用人之际, 你这样的好员工, 理应为领导分忧解难啊。 1932年, 日军进攻上海, 蒋顶文受命赴户作战, 结果又被日军抱锤一顿。 日军的现代化程度, 狠毒的战斗作风, 以及深厚的战术素养, 蒋顶文看得演运。 打了这么多年仗, 简直没办法跟别人比。 1933年11月21日, 陈明书、 蔡廷凯等第十九陆军将领, 在福州成立人民政府, 通电五省联共导奖。 蒋顶文被蒋介石排为左陆军总指挥, 领十个市的绝对优势兵力, 泰山压顶一般杀向福建。 十九陆军当年对蒋顶文有救命之恩, 蒋介石怕他念旧情, 暗示他, 如果平定福建叛乱, 就让他当福建省主席。 蒋顶文心领神会, 在福建大刷手段, 一边进宫, 一边招降, 一边瓦解, 只用两个月时间就平息了事变。 这次的大功着实不小, 但蒋介石并没有兑现诺言, 而是让素有威名的国民党元老陈怡, 出任福建省主席以震慑福建。 蒋顶文得了个福建绥靖公署主任的名头, 主管福建军事。 有自知之名的蒋顶文, 从来不明着和陈怡争夺大权, 只是专心发展军事力量, 积蓄资本。 一九三五年四月, 蒋顶文再次被老蒋提升, 荣升陆军二级上将, 打了败仗不乏过, 有了小胜就大赏, 这是蒋介石一路崛起的秘诀, 同时也种下了人世混乱, 终止败亡的祸根。